一块老姜切片 塞进鸡肚子里 这个围处一个是屁股的地方 然后它两条腿可能完全彻底的擦干 就是这种鸡放好去 点撒到里头 尽量均准地覆盖 把这个窝收起来 接着再准备一张锡纸盖在表面 把它整个面一个小口 这样一哄 我们需要焗烤大概45到50分钟 可以来做一下酱汁 我今天用的这个砧板很方便 因为它上面自带一小块擦姜绒的地方 放一点油 把姜绒放进去炒 然后放入葱花 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一点点生抽 看看你的鸡 这个时候可以出锅 把表面的锡表皮会比较咸 然后会粘住比较多的盐力 找到毛砂 非常仔细地把表面的盐全部捡 搬到一个盘子里 盘子里头我已经事先放一些香菜 或者如果你想要吃相更加优雅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鸡拆掉 因为现在这个鸡已经是烤得非常熟烂了 它身上的肉也是都很好拆的 不过鸡肉里的水分还是非常足的 先把鸡翅鸡腿这些比较大件的部分拆掉 然后直接用手撕就可以把鸡肉完整地撕下来 刚才盘子里的香菜你也可以直接刺成小段 和鸡肉这样拌在一起 或者如果你想要加更多蔬菜的话 可以加一些生菜碎或者是黄瓜丝都很不错 然后刚才做好的酱汁 可以少量的淋一些 然后拌拌匀就好了 这样鸡肉的香味 蔬菜的清新 还有酱汁里头葱香的香味 都可以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吃起来会非常的鲜和香 希望你们喜欢咯 对了之前用过的盐不要扔 放进铁锅里把水分炒干 保存好可以重复利用的